Hello 大家好 非常想听Bili Bala Talk 作为一个金融佬 要赚钱 也要在钱上能够征益求征 务求达到投资回报长期保持一个above average 而且above一定的数字 所谓的alpha的比率 但是作为一个记录图很多时候就会说 如果你太花时间和心思在金钱上 你爱主的心就会减弱 你不能够专心一致 以耶稣为主 究竟圣经如何来提醒我们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路加方第十二章耶稣的一个比喻 十六节说有一个财主 他的田产非常丰富 在农坚社会里面越多地就越有钱 多到一个地步他就没有订购 就要拆掉自己的仓库 然后建一个更大的 以至于能够有足够的空间来收藏他今天 和将来的所有粮食和财物 多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很satisfied 就跟自己的灵魂说 我呢 积蓄了这么多 打笔箱也不用休 可以从今以后就吃喝玩乐 就一注堕落了 没有一注堕落的 我说而已 二十节上帝就跟他说了 无知的人我今天就要取你的灵魂 就是拿你狗命 那你预备的要给谁呢 这里带出两个说法 第一就是拿你狗命 就是代表生命如果去到尽头的时候 你积蓄多少财富都是枉然的 第二就是你死的时候 得益的当然不是你 就算财富有多重要 还有多少也好 只剩下你的后人而已 这段经文本身十三节的前撤 就是说到有一群人分身家 就想耶稣来做主持公道 于是耶稣就不主持公道之外 就说了这个比喻 所以言爱之音二十节就说到 当你有财宝来留给后人的时候 你必然就会有一些钱财上的糾纷 我自己从无到有都有分享过 而我的经历当中 无论是身边的朋友或是亲戚都好 当相关于分身家的时候 可能他不是很多钱 又或者当然可以是很有钱 都会有这样的糾纷出现 而且也都会有一些 一家人相爱不好 最后就未至于反目成仇 但之后看到都面硬硬硬的情况 是事实来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看看 究竟如何才能够避免成一个无知的人 但问题是有多少人真的会更加认同 那个财主 instead of 耶稣说的这个比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今晚就会死去呢 今晚死去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哪怕真的永远都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 古时候你遇到的可能是兵方马乱 强盗 有瘟疫 饥荒 这些活动可以说是死了10%人头 你遇到中招的机会率相对来说会大 又或者你去到一个太有钱的地步的时候 遇到一个不义的政权 随时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来将你的钱充公收归各有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今时今日不义政权可能都还有一些 但是我们讲的 你收听到这个节目的话 你 either在香港或者是在美国、欧洲 不同的地方的时候都理论上是安全的 今天死去的机会率 民心那句是很低的 就算by statistics 或者所谓的actuarial science 那个 mortality rate 今天 compared to 当年是低很多 人越来越长命 怕的反而就是你太长命死不去 那么我们更加认同到财主 为什么要积蓄更多的财保 因为问题就是我们怕退不了休 或者退休之后的生活 是没有现在的living standard 甚至乎真的你看到很多的香港的朋友 现在很多计划要移民 其实有很多本身已经拿着外国的护照 但是他们都不舍得去外国 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怕门 也都有很多的原因是香港仍然赚到很多钱 来到这里要重新开始的时候 guarantee 赚不到 计算了很多之后 他选择来去defer 再defer 于是 既市民我们放了一个这样的前撤的时候 或者这个民心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对这段经文的提醒 和buy in的程度 会有多少呢 这点我们值得来去注意 OK 跟着完之后 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局 21字那里讲了conclusion 就说繁卫自己的积财 但在上帝面前不附足的都要这样 人财两失 这里就要提到另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教里面 有不少信徒就将财富和神 在一种对立面当中 就仿佛有你无我 于是我们就牺牲一切 抛全钱财 似乎是神所要的 又或者在钱财上的处理 做得非常之笨 什么都不想 这样就是圣经所要求的 绝对不是 虽然有些的经文 的而且讲到一个对立面 但有更多的经文 我们就正如这一段 或者整个路加福音 是讲一个比重的问题 似乎在这一节的结果里面 似乎在上帝面前附足 我即使是为自己来积财 其实都没有问题 这点要搞清楚 否则就会有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又或者反过来有些人 他自己在能力上 是积蓄不到财宝 或者积蓄不到更多的财宝 吃不到葡萄是酸的 于是就觉得自己在神面前附足 但是你不积蓄财宝 或者积蓄不到财宝 就不代表你在神面前附足 我们先要了解 究竟做些什么在神面前附足 然后才可以来到去 不要这么冤枉地愚愚愚愚愚 又记得不到地上的享受 最后又得不到神的赏赐 其实路加坊12章是整个单元系列 是讲到在神里面眼中 有些什么人是视为宝贵的 有些什么是神不是那么重视的 第12章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开讲 几万人聚集 甚至乎彼此浅达 现在真的YouTube开Live 都不是那么多KOL 有几万个Live 耶稣有几万个Live 再加上当时的人口 当时的卫生情况 几万人是超级超级夸张 Anyway 第一点 他就讲到 不要做法利作人假冒为善 要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 我记得最近有个例子就是这个教宗 他就说这个肺炎反映了资本主义已死 那么他那个的丑恶 再加上就是他也都说教导人就不要投机 但是被人发觉他在这个梵蒂江银行 那么就投机买这个Dirutif 就估计一间的car rental company 在今年的三月不会倒闭 那么结果那间公司在四月倒闭 那么他自己因为估计他在三月不倒闭 于是就赚个满堂红了 那么赚钱不要紧要的 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 赚钱是丑恶 有多同臭 投机有多不好 因为你自己投机嘛 你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你让我一个告诉你 我是一个基督徒的金融佬 我就要算钱了 那么你就更加不如 那么我不是说自己有多伟大 这个是另一回事 那么我真的要表里一致 那么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 那么就是平凡的基督徒 那么第二点 那么除了问心那一句 你要知道自己是怎样 就不要真的假扮了事情 真的有很多基督徒假扮了 Anyway 那么他就说到你究竟在地上怕谁 你是不是最怕的 最敬畏的是神 还是你会怕权贵 你会怕林老过不了小 不够钱 你会怕学校里面的先生 怎样来打小报告 又或者你怕真是得失一些会友 有意识到你不尝试去为社会的一些问题发声 还要假扮了事情 就说你不发声就是正义的 那么这些东西 你究竟怕谁呢 如果圣经列明了一些东西 是你需要做的 你需要来到什么的 那么你反过来 你告诉我 我就是社会的了 那么至少你表里一致了 但是有些人就是既不表里一致 但是其实怕很多的事情 如果你是对神有个敬畏的心 大到一个地步是大无畏的 这样神面前的财宝你就有了 第三样就是更大一点了 就是当你面对迫害的时候 这样在人面前你仍然承认耶稣基督 你在人面前仍然承认耶稣基督 要你承认那一套的说话 这样你又是即财宝了 那么这件事情 我又不是说太多的迫白 二来就是如果从一个金融佬的角度 那么就是小挨很多的 当然我自己不尝试去作坚犯科 用一种比较正确的方法 来到去赚正确的钱 可能没什么关系的 这件事情 那么anyway 接着第四个才讲到财宝的比喻 刚才二十节也讲到 生命是比财宝重要的 你focus on 多少在生命 你focus on 多少在财宝呢 没有了生命 你要那么多财宝来做什么呢 接着他都知道 那样东西是不convince的了 因为大把穷人都要继续努力即转的 所以22节开始就讲到 你为了什么来担忧呢 那你为了生命来担忧 还是为了衣食来担忧 你为了身体来担忧 还是为了衣裳 人会处理会比较好 哪一样东西比较好 生命比较好 饮食比较好 可以更加压力 自然就更加压力 你身体比较好 还是穿衣服比较好 人们觉得你比较好 在神眼中 不是说人 在神眼中 就是生命比较好 身体比较好 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 你愿意有余的时候 多些的来去祝福其他人 这一段是那个提醒的重点 虽然最后那个点就是说 你未必今晚就拿你狗命 但是作为一个仆人35节那里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取性命 又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 主再来的时候 你就要容许自己继续警醒 做好之前所有的提醒 那些东西 以至于你就多钱 正如你在地上 如何来积转财宝的时候 你每一天的生命 理论上都应该努力地 积转财宝在神面前 这些是那一局的提醒 然后下次我们有机会讲的时候 尝试分享 OK 反过来 现在我们知道 如何来到生命上积转财宝 你愿意积积服积积积 还是不积积 那这个是你的选择 或者我的选择 积到什么程度 又是我们的能力范围 或者我们的选择问题 反过来 在神里面 如果我们要在地上积转财宝 那圣经里面 在这段经文 又会不会有更多的提醒 和反思在当中呢 那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多一点 我自己的看法